桃園縣舉辦的客家文化節即將在六號登場 當天除了安排傳統舞蹈 還有客家歌手演唱 融合搖滾的流行音樂 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共同參與 桃園縣客家文化節開跑 首場活動將以龍線靈壇放課音為主題 用客家音樂會的形式呈現 希望將客家傳統文化與現代音樂結合 客家文化節活動六號下午兩點 將在桃園客家文化館演藝廳揭開序幕 現場除了有在地雙龍有氧體操隊的 傳統舞蹈表演外 也安排客家歌手蕭沛如到現場演唱客家歌曲 歡迎大家在十月六號下午兩點到四點 來到桃園縣客家文化館演藝廳來看表演 我是蕭沛如 今天我也會帶來非常精彩的客家搖滾音樂 是什麼歌呢 不跟你們說 要來到現場才知道 主辦單位表示 希望透過新穎的活動呈現 來吸引年輕人主動參與 讓客家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藉由辦一些活動 吸引年輕人參加客家的一些活動 那活動裡面有弦樂樂團搖滾還有青春熱舞的表演 那藉由這些比較新穎的吸引年輕人接觸客家的相關文化 可以讓我們客家文化藉由這些活動來更吸引新的一輩來參與 讓傳統文化也能融入在裡面 除了延續傳統的文化也可以去做一個創新 讓客家文化能綿綿不絕的傳承下去 活動安排無非是要讓年輕人多體驗客家文化 希望用流行音樂吸引年輕人的注意 並延續客家文化的內涵 聯合報賴右維 桃園報導